各位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TV Talk 我们今天的话题要从车险说起 因为最近北京江苏推出了一个新的举措 就是将车险保费和交通违法挂钩 简单说就是如果一个车主出现了比较多的交通违法 那么来年的保费就要多交 那么这样的挂钩究竟是有没有理由 是不是合适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在直播当中 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屏幕上提示的方式 发表您的看法 有可能获得由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北京江苏等地 他们的这个新的做法 最近北京江苏等一些商业车险费率改革的试点地区 推出了车险保费和交通违法行为挂钩的新举措 其中北京已经明确具体的细则 例如商业车险改革之后 闯红灯三次 保险费率将上浮百分之五 直至最高上浮百分之十五 超速未达百分之五十的达到三次 保险费率上浮百分之五 直至最高上浮百分之十五 超速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一次 以及以上保险费率上浮百分之十五 江苏方面也明确表示 车险改革之后 如果有酒驾闯红灯违章 无照驾驶等违法行为 将导致保费上浮 如果有醉驾 独驾 没有悬挂号牌等 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可能一次就会导致保费上浮百分之三 最高上浮百分之五十 根据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的测算 百分之九的车主将因为交通违法 而出现保费上浮 百分之二十的车主会因为没有交通违法行为 而享受保费九折的优惠 这个就是北京江苏等地推出的一个新的举作 简单说就是将这个车险保费和交通违法挂钩 志明你觉得这种挂钩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本身呢有一些地方的交警 为了罚款创收啊 他们就设置了一些不合理的交通规则 比如说呢高速公路 或者说呢比较宽敞通畅的道路上面的限速啊 太低 你动不动呢就超速 有一些地方呢 是明明应该允许变道交通的效率更高的地方呢 他设置单实线或者双实线 导致呢这个车主不能随意的变道 一旦变道呢他就用交通监控来监控它 由此呢实现罚款牟利 这是交警这方面的 那么从保险公司这方面来看呢 他们呢其实呢 这形成的是一个价格联盟 就是说呢本来他们是应该充分竞争的 那在这个竞争的基础上来确定保费 但是呢他们不这么做 他们形成了价格联盟 他们通过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价格 来坑害消费者 那么现在呢 这两股势力实现了明汉河流 那我们这个广大的车主呢 他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呢就更重了 所以我是不赞成的 你看这个致命说得很严重啊 好像是交管部门和这个保险公司 在联手算计车主 薛律师你看你笑的啊 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保险公司这样做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要基于说 它是为了降低这个车主的违章 它才提高保费 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它保险公司的利润 它首先考虑的是我的盈利 它为了盈利目的而借说 跟违章挂钩来降低违章的理由 而且我们应该承认就是 它这么想是非常正常的 它正常 为什么我没有记住 它是一个商业 它不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行政执法单位 那你觉得两者挂钩可以吗 它可以挂钩 我觉得它是挂钩 找这样的理由也可以 但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违章 目的就是为了 不要打一个好像是特别高尚的一个型号 对 是这样 亚章你是一个专门做这个 交通专业方面工作的 你觉得这个挂钩有必要 非常必要 可以说这种做法是国际通用的做法 你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 都是这么做 对 再一个的话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它是市场运营的手段 这没有无可后悔 还有就是说它促进了规范 促进了我们的文明出行 所以说我们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好 据说你非常了解我们厦门的一些 比较 对 可以这么说 我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我有些朋友都在保险 你来透露一下 厦门的话是2011年的时候 已经实施了交通事故 以交通保险的费力 有挂钩的这种 就是已经挂钩了 对 但是国家推出的是2015年的1月份 那么第一批是黑龙江等6个地区 那么第二批是2015年的6月份 是天津等12个地区 然后第三批是7月之前包括厦门 要实施的 我们先不说那么远的 就是我们厦门挂钩以后 是不是很多车主表示说 还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我要是守法 我会得力 比方说给我打折吗 对 那我这样说 我来反驳一下 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反驳一下这个志明 志明如果认为说 交警的行政执法 有疑问 可以通过行政的旗道进行复议 要求复议 或者是行政诉讼 律师都知道 那么如果是保险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说他的利润 为了保证他利润正当点的话 为了控制他的风险 他采取这个措施 非常正当 无可厚非 对 这个志明刚才要反驳什么 这个是这样子的 复议这个程序虽然存在 但是复议这个本身 它是耗费时间精力的 那么它算得非常准 我罚你100到150 你放不着呢 为这个100和150 你再去进行复议 这个时候呢 他的罚款就罚到手了 但是我说的不仅仅在这里 现在呢 你可以通过立法 就是呢 增加对交通违法的惩戒程度 比如说你要增加罚款 你通过立法 国家呢 这个原来罚150的 现在我改成300 可以 只要你人大能够通得过 但是呢 你现在绕开的这个立法程序 实现了保险公司盈利前提下的 变相的增加罚款 我这个车主 本来呢 反红的三分150 对吧 你现在呢 变成是明年的时候 我除了现在要交150 明年这个保险会 还要另外再加150 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知名对保险公司车险提高 也用了罚款这个词 这个概念 其实不能用罚款 这个概念 对于行政相对 这是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没有本质 你对相对人来讲 你这张100块的钞票 上面印着毛主席 那张100块的钞票 你也印着毛主席 这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交钱的人 它是没有区别的 我管你们是怎么收的 钱都是那个钱 但是这个钱的名目 和性质不一样 有本质的区别 对 这问题就在这里 他现在有一个问题 变换这个名目 达到了使车主多掏钱 加张 你也别着急 多掏钱是应该的 违法应该增加成本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 他有一点是说错了 他说是保险公司的话 通过这种行业垄断 来到提高了这个费力 实际上我研究一下 第三批的北京 长州 上海的话 它的费力是不一样的 它的违法跟保险的费力 各地都不一样 包括厦门 厦门目前我了解的情况下 现在还没有明确 保险费力要跟交通违法行为挂钩 它仅仅是跟交通事故挂钩 所以说你刚才说了这一句 而且费力是而且刚才这个亚章不是提到吗 说这个实际上的做法是国际上的一个通行惯例 很多国家或者是地区都在这么做 似乎是一个大家都约定俗成觉得说 将这个保险的费率 这个交费的额度和你的交通违法挂钩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层面在管理交通 就是用社会信用的方式在管理交通 那我是教练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对立师不太着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一些做法 了解一下 在国外很多国家早已实行了保费和违法违章记录挂钩的制度 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美国上一年既没有出应承担车险责任的交通事故 也没有由于违法违章驾驶而被交通法庭罚款的投保人 在延长保险合同时 保险费率会在原来的基础上下调10%到15% 在加拿大 日本等国家也同样将违章驾驶视为车险保费的参考指数之一 投保人因自身过失造成车祸产生的不良记录 对费率都会产生影响 你看这些先进的文明法治国家 一般都是用这种办法在管理交通 作为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辅助手段 就是第二个层次 一方面是公权力 行政权力的方式来管 另外一个用市场价格杠杆的方式 社会吸引的方式 那个铁长号 这个事要说 我要跟你说 很多发达国家它这样做 它不是说用这个手段来管理交通 它是用这个手段来为企业盈利 它用一个降低违章的情况来减少它的赔付比例 因为交通违法比例越高 它的赔付比例就越高 那么保险公司赔付比例越高 这个保险公司盈利就越低 那么就是它这个保险公司生存和盈利的一个模式和方式 只不过它西方发达国家它细化了 中国因为保险原来从计划经济过来的 我们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 所以我们正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 那这个意义上去说的话 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好制度吗 一方面照顾到了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 同时使企业还得利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好制度 我讲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往往在学习西方的这个过程当中 比较倾向于在限缩相对人 就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这方面 在限缩消费者权利这方面 我们往往倾向于去学习西方的类似的制度 对吧 但是我们在限制政府权利 限制垄断企业的权利这方面 我们又往往不倾向于 学习西方的相应的配套制度 这个就有问题了 是吧 你说的好 我们学习西方这个 但是西方国家的这个行政执法机构 他们的这个警察 是受到更多的民众的制约的 这个你承认吗 那么你要学的话 你不能学习一点 其实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这个刚才薛律讲的 这个西方的保险公司 我想还想说的是 你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开 外资保险公司进入 对 为什么 因为人家受到更多的制约 人家更为规范 他更有竞争力 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放外资 来进入车险的这个投保市场 对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关起门来 自己来弄这些个废论 志明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简单说 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制度 我也承认它是一个好制度 但是必须有相关的配套的一些制度 对 但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这个制度 究竟好不好 这个制度是一种 整个保险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加入这个阵营 就加入一个先进的行业 和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国家现在的交通文明 还相当的落后 那么这个落后需要有更多的措施 来制裁那些违法者 那么当然 这种保险增加费力的话 只是增加它的违法成本 并不是算是一种罚款 它不属于罚款 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这一套费力推出来 那么表面上面是限制了 机动车所有人 使它增加了违法成本 但是如果所有人非常有钱 他不在乎钱 他让所有的司机 每天尽量理智的违法 你没有处罚那些司机 反而储娃的钱 储娃的钱这是一 第二的话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 这个商业保险的话 不是强制性的 很多人可以选择不投保 那么你这些费力的话 对于那些理智违规的人 没有作用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国的道交法里面有一条 对行人免责的话 那么机动车也还有10%的赔物 那么这个赔物的话 又对于机动车所有人来说 又是不公平的 各位说了很多了 我们来看看场外有很多观众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说交警部门和保险公司 双管齐下交通违章变成了双重收费 这个新方案的确是监督了车主 但是也无疑丰厚了保险公司的收入 就是感觉这位朋友的看法 还是将两个的所谓交钱 这个性质没有去分开 这个性质很重要千万不要混淆在一起 一个是商业方面你可以自主购买 另外一个是行政的强制罚款 这是另外一个 还一位说利用经济手段 对驾驶人给出一种善意的警醒 促进他规范驾驶 还一位说就是告诉人家 小事故不要理赔 最大的获利者还是保险公司 另外一位说一种利益挂钩 得利的永远不是车主 感觉大家吐槽的还是比较多 那么大家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 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墙武军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旭律 该你说话了 你半天了 我首先说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驾驶员现在这个违章的贫力 实际上是大大降低 亚商也是知道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因为保险公司的费率的提高和降低的问题 而是基于罚款的额度越来越高 而且抓违章的贫力也越来越高 现在我们抓违章的贫力远远是高于从前 更多的是畏惧交警的处罚 而不是为保险公司 但是我认为保险公司在费力方面有差别的对待 一是利于保险公司 二配合了交警对违章处罚也是有益的 这是我们要看到第一一个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制度是非常完善的 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细化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在赔付方面也要向西方学习 其实亚章就很清楚 西方的保险公司的赔付是出了事故以后是先行赔付的 然后发现你有诈保在追究你诈保的责任 但是中国的保险公司很多是出了事故 你要是花很多代价去索赔的 很多时候出现大的事故索赔是很困难的 保险公司现在通过费力调整跟违章挂钩 来提成它的利润分成和它的利润比例来求得它顺成 但是你要考虑为什么你投保的比例在下降 更多的人是因为赔付困难而不来你这边投保了 这个刚才说到了 就是说保险公司它是可以选择的 我这个是商业保险 但是请注意我们今天探讨的前提是 他们这些保险公司已经形成了一个价格联盟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车险的费率跟交通违章挂钩 如果一旦施行的话 无论你选择哪一家本地的保险公司 你的这个费率都是增加的 价格都是一样的 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要问两点 第一点原来你这个保险公司的费率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说你原来的这个费率是合理的 你原来的这个费率就能够达到你保险公司收支平衡 或者甚至于盈利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新增加的这个费率 新增加的这个钱 你要做什么去用呢 你有没有用这个公益 我想 第二个 还有第二点 第二个 你如果说大家觉得说 这个交通违章是罚款越多越好 我罚的越多 让这个车主支出的越多 那么它的违章就越低的话 你如果想让车主支出多 你应该通过立法程序去增加这个罚款的数额 你现在呢 立法程序的增加罚款数额有困难 通不过 你就采取变相的 按照铁程帝所讲的 我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钱 导致呢 我们车主最后掏出两钱变多了 证明啊 我们不能够 证明我们不能够否认啊 这就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钱 没错 如果你要是 利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钱 增加了大家的质量 你听我讲 如果说你硬要说是 我这边也是一百块 这边也是一百块 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典型的就是一种混淆概念 不讲道理了 而且我想告诉你啊 通过这个将车险 多少和你这个交通违法挂钩 他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就是说我们中国 我们说它大一点 正在建设所谓的 第一是法治社会 第二是信用社会 这就是一种信用社会的一种制度建设和设计 如果你要是总觉得说 你听我讲 我还没有说完 你听我讲 如果一个人的一个信用 总是在社会当中 感觉到说你的信用好坏 和你所谓的获利情况 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这个信用社会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的 那现在通过这种制度的设计 就是告诉你 你的信用是值钱的 如果你要是守法 你本身你减少你的这个交通违法的话 你信用记录好的话 你就会在以后慢慢的信用积累当中 获得社会的承认 而且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制度设计 它一个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2马上回来 保险费率改革 车险保费挂钩交通 是规范不良驾驶 还是风险转驾 是否变成了双重收费 通过经济手段 能否引导大家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TV2欢迎亮剑 车险和违章挂钩 是交通治理的良药吗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 由车险这次北京和江苏等地 推出的一个新举措 就是将车险的缴费多少 和交通违法是挂钩 那么有人对这个挂钩 提出了一个强烈的质疑 比方说我们现场的嘉宾志明 那么大家在收看 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通过我们 屏幕上提示的方式 来参与互动 您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目前武军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刚才亚章已经被我们压着 亚章你来说两句 你觉得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一个事实 他说他在美国开车曾经违章 违章以后第二年 发现他保险汇率提高了 保险汇率提高以后 他发现不仅仅是保险汇率提高 他其他的社会成本也提高 比如说他这边有违法的话 他可能银行在给他办理信贷的时候 就卡住了 他办不了了 所以说他说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话 可能还会出现说 你邀请你去参加社会义务劳动 或者是处于轻刑 几次以后处于轻刑的话 会判处刑罚 所以说这个保险汇率 我想不就是单纯的保险汇率 应该是社会信用的一部分 再一个我们厦门现在的话 这个支持这个新的保险汇率的话 已经有三个变化 这三个变化的话不仅仅是在钱的问题 而且在服务上面和范围上面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 我们收保险费用是按照你新车的价格 来评估你这个保险费用的 而我们现在的话 已经的这种费率的话 已经把这种作法取消了 也就是说取消了高保低赔的这种作法 再一个 他推出了一个是代为赔偿 也就是说你这个保险公司 发生了这个案件以后 那么你可以向对方 责任方的保险公司索赔 也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 难道有他带上 再一个的是有些条款 你刚才讲的那个 听听薛律师说 我觉得我同意雅长的说法 在这个问题上 那个我的观点跟致命不太一样 首先商业保险跟违章是两毛二十 但是一个人的违法行为 可能他受损失的不是一个方面的损失 是多个方面的损失 只不过你在开车违章这个环节上 你不仅要受到交警的处罚 同时你还要受到保险公司提高费用 同时可能还会受到说 你的诚信问题 你的行为 信用问题 那么确实在西方社会 在信用等级方面 它是要求更严的 一个人失信以后 他可能影响到银行贷款 影响到消费 影响到购物 影响到出国出行 影响到一系列 就像你在法院 你判决如果你不去执行的话 你就进入黑名单 你就不能坐动车 你不能坐飞机 你不能高档球队消费 那你要说了 我只是欠钱 我欠钱归欠钱 所以说一个人违章 他的成本不是单一个对象 是多个对象 那么在违章 这个汽车 开车违章这个环节上 它有两个方面 比较明显的 就是交警的处罚 和费雷的提高 但是我们要讲 不要把保险公司 说得那么高尚 他就纯粹为了 他自己的生存 从来没有人说 保险公司有非常什么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说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根本还谈不上那么高的高度 等一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场外互动的情况 到最后你来做一下 总结陈词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一位朋友说 会有效果 但是如果每年不出险 保险公司给钱 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还一位说 算计车主的招数 交警部门也多了一个 商业的渠道 这是把交警部门 看作是和商业保险 在合作的感觉 还一位说交通会拥挤 跟很多开车人 不守交规有关系 所以跟保险挂钩 能够治理交通的乱象 另外一位 只要大家遵纪守法 不管什么政策 都对你没用 所以说别违规 如果违规了 就该付出代价 志明来 我想我要逐一回应下 诸位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 不要拿西方作为例子 因为这个本身就不对的 它是建立在 两个不同的平台之上的 有些事情放在西方能做 但是在中国这个语境上 你就会坑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厦门现在 没有实行交通违章 和保费相结合的制度 而是实行的是 第一年的这个 理赔的次数 跟保费相结合的次数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出现跟保费相结合 这是可以的 但是交通违章 跟保费相结合 我认为是不合适 最后呢 我想讲的是 铁城你刚才讲了 说这个呢 好像是 这个是法治的一个体现 是一个公民 社会信用制度 建立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是我恰恰认为 这个不是法治的体现 它也不是社会信用的体现 首先它不是法治的体现 因为呢 你如果说想要 让这个驾驶人 付出更多的在代价 在交通违端这方面 那么你应该通过立法的程序 去增加那个罚款 你增加这个罚款 国家还可以多收到这个罚款 我们的财政呢 还可以有一块的收入 这一点啊 但是呢 你 采取这种方式 你实际上 绕开了法治的这个轨道 来使得 你先听我说完 你实际上是 采取了绕开立法的这个手段 来使这个驾驶人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 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一认为 也不是一个信用体系的体现 信用体系就意味着 保险公司和投保人 它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 他们应该各自遵守自己的信用 也就是说呢 没有任何一方 谁可以当方面修改 市民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 是认为说很多问题 只要法律就完全可以解决 但是我们 你不是谈法治吗 很多问题 除了法治之外 有很多 他现在问题不是 那现在问题是 那你保险公司跟公关部员 是跟同一个部员 是不错的 第二的话呢 我们这个规律的改变 主要是什么呢 是说你要规及的话 你就从前 你要是弹性的话 你就规及 第二 第三的话就是说 我们